今天早上我们要分享一段经文 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 从软弱到刚强 不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会经历软弱 会经历沮丧 但是主耶稣对你和我的爱 从来没有改变过 圣经里面说 他的选招和恩典是没有后悔的 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 第六节到第十节 我为弟兄姐妹来读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六节 我就是夸口也不算狂 因为我必说实话 只是我禁止不说 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 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 就过于自高 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 极难 逼迫 困苦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经文的第九节说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段美好的时间 每当主日我们来到你的教会 我们的心灵在你里面得安息 我们要领受你对我们生命生活来说话 主啊 我们就把一下的光阴向你交托 我愿基督你自己的名得荣耀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今天早上要分享的一个主题是 关于软弱 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的时候 我看过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软弱之道 是巴克写的 我一看到这个书的名字 我就把这个书买了下来 回家开始读 虽然这本书里面讲的是有关于软弱的 但是当读着读着 我自己的内心就刚强了 这本书虽然是探索有关软弱 但是当看到这个书里面所介绍 很多被上帝所使用的人都经历软弱 内心也一点点的刚强起来 可能软弱在一些基督徒 他们的眼中被视为是不太成熟的基督徒 软弱好像是一个类似于不够刚强 软弱可能是缺少了信心 可是在软弱之道这本书里面 巴克所让我看到的是 有很多被神使用的人 他们都要经历一段生命中的软弱 而当他们在软弱中 好像他们更加看到了主的恩典 他们认识了神 这个让我想起来 我认识的一位牧师在很多年以前 这个牧师从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非常的有热情 祷告 进食 通宵祷告 然后讲道也很有恩赐 然后关怀人 然后这个牧师他有一个从生来的负担和意向 要去开拓教会 多年以后我看到他 我常常看到他在开拓教会的时候 教会无论是从开拓到慢慢地建立 每一步都非常的稳固 他每一步可能都是在祷告 经历神这个过程在往前走 有一天我见到他以后 我说我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 就是你在开拓教会服侍主的 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有没有想过放弃 他说 有啊 我每天都想放弃 但是主的恩典在我身上 他说 我每一天都想到放弃 但是主的恩典在我身上 或许会有软弱就好像保罗一样 就好像很多神的仆人一样 在服侍主的过程里面 好像是看似是刚强 但是他的心里面有软弱 他说主的恩典够我用的 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 软弱的意思 在原文的意思是缺少了力量 一个软弱的人 他好像背着一个重弹 很大的一个大包袱 他在往前走 当他刚强的时候 他可以把这个重弹背起来 走着走着 这个担子越来越重的时候 好像他缺少了力量 这个就叫软弱 软弱下来了 今天早上 我为了要让你更好的理解 和记住软弱 我请一个弟兄上来 来帮我们一起来说明软弱 唐凡 唐凡上来吧 来掌声鼓励一下 因为我需要找一个 我能挡得住他的 你站在我的后边 我要给你解释 有关圣经的软弱 刚强 如果我往前走 你就跟着我往前走 当我往前走的时候 我再往前走 我转过来 你跟着我往前走 当我刚强的时候 你们看到的是 是我 我刚强的时候 我很有力量 我很有爱心 我很有智慧 我很有服侍神的热情 你们看到我 但是当我软弱的时候 我就慢慢慢慢没有了力量 我就没有了力量 你要站起来 我软弱了 我没有力量 我慢慢地开始软下来 你们看到的是谁 你们看到的是后边 那如果我刚强 我好像有智慧 我好像有聪明 我好像像保罗 上过三成天 有启示 你们看到 看到我的时候 看到谁 看到我 我软弱 你们看到谁 圣经里面所说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神的恩典 够用 神的恩典 神的能力 在我们软弱上 想得完全 意思是 我缺少了力量 但是 主 他成为 我的力量 当我没有力量 我开始慢慢慢慢 软弱下来的时候 上帝 他的平安和力量 在后边 你们看到的是 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拍照 谢谢 圣经里面 保罗 保罗他说 保罗他说 当我软弱的时候 当 上帝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所以他说 我更喜欢 夸我自己的软弱 好像基督的能力 复辟我 显明的是 看到的是 耶稣基督 不是看到的是 保罗 圣经 诗篇 有一段经文 很喜欢的一段经文 让我们一起来读 诗篇 147篇 第10节到11节 100期 阿妹 圣经里面 诗篇147篇 这里说 他不喜欢 马的力大 不喜欢人的腿快 耶和华喜爱的是什么 敬畏他 和盼望他 慈爱的人 耶和华喜欢一个 敬畏他 和盼望他 慈爱的人 哪怕 如果相比起来 一个人 他有很大的启示 他有很大的能力 圣经里面说 耶和华更喜爱一个 敬畏他 依靠他 盼望他慈爱的人 上帝更喜悦一个人来 依赖着他 哪怕是他在软弱的时候 能够依靠他 来显出 他奇妙 大能的人 让我们来看 今天的经文 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 特别讲述了 保罗 圣经里面说到保罗 他 上过 他还在肉身活着的时候 他就去过天 去过天国 他去过三层天 他在那里听见 神说话的声音 他不是读圣经 他不是在听讲道 听神的声音 他是还活着的时候 就被提上到 神的乐园里面 听到神话语的声音 他去到天国 看到天国的景象 他感受 非常的美好 他有多么大的启示 可是保罗 他却说 他经过这么大的启示 他说 他禁止不说 恐怕怎么样 有人把我看高了 他经过这么大的启示 他不说害怕别人 看到了我 看不到背后的基督 保罗经过这么大的启示 恩典和意象 他说我不说 因为人们看我 看不到基督了 所以他说我要说什么呢 他说第九节 我更喜欢的是哪一个方面 夸奖我的软弱 为什么夸奖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来复辟着我 哈雷路亚 哦 他不喜欢夸 他经历的意象 他要夸软弱 因为他软弱失去了力量 好叫基督 他的能力 显明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没有人 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你不觉得保罗有一点搞反了吗 保罗好像是跟我们所理解的不太一样吗 想一想 我们不觉得今天人们应该夸奖的是 我去过三成天啊 我有属灵的意象 我受过 我在哪一个哪一个神学院毕业 所以你知道我的讲道是因为我有好的神学院毕业 你知道 你知道我的出身背景吗 你知道我曾经在世界五百强工作过吗 你知道我们家孩子如何如何 你知道我拿过什么学位吗 哎 弟兄姐妹们 保罗却说 保罗却说他进了三成天 他经过所有的一切 他却不说 他说我要夸的是什么呢 我要夸的是 我的软弱 让基督在我的软弱上面 行得完全 基督的能力在复辟着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圣经里面 保罗他经历过这些 但是有可能 有一些经历 会挡住基督的荣光 所以让基督在他的身上 显明出 神的能力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从这段经文我们所看到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些时候 或许我们会想 基督可能会使用 使用我的长处 基督可能是使用我的刚强 可是保罗在十四年里面 他都没有提过 他经历着属灵的异象 为什么 他在神的面前有祷告 他为着他的软弱 为着一件事情祷告 叫这个次离开我 叫这个次离开我 他祷告三次 没有人希望 没有人希望夸耀自己的软弱 但是主却对他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个意思是 保罗可能以为 他是经历这么大的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意象 这样的属灵的一个 一个经历 但是神却使用的 他是什么 是他的软弱 保罗为他的软弱祷告 主却对我说 主却对他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所以上帝 他的能力 是在我们的软弱上面 显得完全 阿们吗 我不好意思 我稍微要停一下 因为我的iPad没有连上网 所以我一直看不到奖章 那个静牧师方便帮我 连一下这个密码 我马上我看一下 网络我就能看到我的奖章 不好意思 上一次有连过网 然后上一次还是可以用的 但是这一次突然就断开了 在二十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被神使用的 一个神的仆人 他在十六岁的时候 就被上帝所兴起来使用 他没有什么学历背景 很普通 在一个乡村里面 他就开始讲道 当他讲道的时候 有很多的人从各地来听他讲道 他的讲道越来越好 带来了一阵的复兴 有人批评他说 你的讲道里面有太多的笑话 因为你经常讲道里面 弟兄姐妹就轰桐大笑 不断地笑 所以有一些保守派的基督徒 就有一点稍微有一点不满意 说你对信仰有一点不太认真了 所以你要严肃一点 在讲台上面讲道 这个神的仆人他说 他说我害怕 当我不讲一些笑话的时候 我会哭出来 这个人就是思不真 因为他一生都在与抑郁症做斗争 他的情绪不自觉地就会陷入到 一种低落和抑郁的里面 而就这样的一个人 在二十世纪被上帝大大的使用 带来了讲台的复兴 有的时候我们会许会觉得 上帝使用 可能是使用一个口才伶俐的人 来传讲他的话语 但上帝却使用一个带有抑郁症 在讲台上可能他稍微不注意 他就不知不觉就流下了眼泪 上帝却在这样的人身上 显出他的能力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神使用我们的软弱 来荣耀他的名 在我们的软弱上 显得神的完全 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有些软弱 让你难以前行 我鼓励你 神从来不是使用一个 已经全部预备好的人 神使用的是在软弱中 逐步前行的人 或许来到美国 面对很多让你不适应的地方 神会特别使用 我们在最不适应的时候 显出他的能力来 可能你说 当你的环境都过去以后 你会好好的来教会 跟主建立关系 弟兄姐妹们 就是在不适应的时候 就是最好的时段 因为上帝亲密地与你同行 或许在你的生命里面 有一些人对工作 对社交 对一些环境有恐惧 弟兄姐妹们 神不是在使用你在工作中成功的时候 当你拥有一切的时候 神就是在现阶段 好像你害怕的时候 他在使用你 是的 就是在我这样害怕的时候 我是这样软弱的时候 但神却是我的力量 神却是我软弱中显出他的能力来 或许你害怕一些服事 你害怕一些人 不知道该怎么做 让我告诉你 在我们生命里面 总会有一些话对你说 你不知道怎么做 就不要去做 当你害怕的事情 就不要去做 但是上帝就会对你说 不知道该怎么做 坐着坐着 你就看到我的恩典了 不知道该怎么做 往前走着 走着 你就看见神的恩典了 神的恩典从来都不是 当你完全好像有把握 有能力去应付的时候 神的恩典显出来 而是在我们软弱 不知道该怎么前行的时候 然后往前行就看见神的恩典了 哈利路亚 上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以前 我给一个牧师打电话 我跟他了解执堂的事情 牧师说 这位牧师说 你有什么 来这边执堂的 我看过不下十个二十个 都失败了 他们有餐会 他们有团队 他们有资源 但是他们失败了 你有什么 我想了想 我说 我只有我自己 但是我跟他说 虽然他们失败了 但是牧师 我还是会去的 我说我可能 也会跟他们一样 但是 我还是会去的 因为我知道 真正的失败 不是在环境中的失败 而是人不敢前行 我们觉得失败 好像一件事情 没有做成失败了 但是我告诉你 在我们生命里面 上帝做工的方式 总会让我们经历 不同的失败 对上帝和我们生命来说 这不是失败 不敢前行 才是失败 换句话说 当一件事情没有做成 当一件事情软弱了 当一件事情看不到希望 这是上帝塑造我们生命中的 一个过程 只要继续地前行 上帝的工作 就没有失败 所以 不好意思 现在可能说得有点早 有点早了 但是 我们彼此 彼此鼓励 在我们生命里面 会有软弱 会有做一些事情 会有一些事情做不到 我们会有软弱 但是 上帝会在我们 这些做不到的事情上面 仍然在塑造我们的生命 最大的失败是 不敢前行 不敢尝试 所以神总会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显出祂的完全来 哈利路亚 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说 神拣选这个世界上软弱的 让那些 讲一讲这个世界上贫穷的 让那些富有的羞愧 神拣选这个世界上没有智慧的 却让那些有智慧的羞愧 神的能力总比人的能力强 第二个方面 我要来跟你分享的是 软弱会让我们看见生命的真相 软弱会让我们真实的谦卑 才能去服侍他人 生命的软弱让我们真实的谦卑 才会去服侍他人 保罗在圣经里面说 恐怕我因为所得的启示甚大 就过于自高 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异 要攻击我 免得我自高 这让我们看见 人生保罗所经历的 他不是活在天上 他不是只是活在那个天上的 启示里面去服侍人 高高在上 别人好像经历不到 所以保罗怎么去服侍他人呢 保罗服侍他人是 有一根刺加在了他的身上 他经历生命中的软弱 真实生命中的软弱 可以带来理解他人 服侍他人 保罗是以他生命中 可以以他的经历 以他属灵的启示 有这个资格来服侍人 但神却让他在经历软弱 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身上 恐怕过于自高 让他可以谦卑下来 去服侍他人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这个点 住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 一个叫杰克逊·惠特顿 在2002年 他中了一张彩票 轰动了美国 这张彩票的奖金是 3.1亿美金 他带着家人一起来 领取了这个 巨额的彩票奖项 领完这个奖项以后 不久 他跟他的妻子离婚了 当然你可能会想说 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 他就不会这么做 但我告诉你 他领完钱 第一笔钱就奉献给教会 十一 但是不久以后 他跟他的妻子离婚了 他最爱的他的女儿 因为一些疾病去世了 他最爱的外孙女 他最爱的外孙女 我看一下他的名字 最爱的一个外孙女 叫布拉格 当他知道 祖父获得了这个 巨额的财富以后 他开始辍学 购物 沉迷毒品 两年以后 年级17岁的布拉格 就失踪了 被发现 被抛在 这个郊区 在八年的时间里面 他领取了 3.1亿多美金 去掉各项税务 拿到1亿美金 在八年的时间里面 他失去了 家人 事业 亲人 他的生活变得 支离破碎 曾经他是一个 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他是一个 非常绅士的 一个男士 在领取这个奖金以后 八年 他失去了一切 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说 我真希望 当初 可以撕掉那张彩票 可是如果回到当初 人们真的会撕掉 那张彩票吗 当人们拥有一切的时候 在一切高峰的时候 人生高峰 无忧无虑的时候 人们难以看到 生命中的全部 他只能看到 生命的一个部分 好像他富有了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生命中的软弱 却会提醒着我们 我们生命 我们的人生 不是由我们来掌权 和做主的 我们的生命里面 还有一位 是我们的主 他在掌权着 只有经历软弱 他才会认识到 生命的真相 不是只有一个部分 他会看到 生命其他的部分 这也是为什么 爱耶稣的彼得 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他可以信誓旦旦地说 主啊 就算众人都离开了你 我都不会离开你 就算众人都否认你 我也不会否认你 因为彼得 跟耶稣 马上就要上耶路撒冷 他刚刚经历完登山变巷 人们在生命的高峰的时候 他看不到生命的全部 主啊 就算所有人都抛弃了你 我肯定不会抛弃你的 你说彼得那个时候 他在撒谎吗 彼得那个时候 他在说好听的话吗 我想不是的 只是他看到了 只是那一个部分 但是当他的生命里面 经历软弱了 他生命里面经历否认主 发奏启示的否认 耶稣基督了 他认识到生命中的软弱 耶稣这个时候对他说 彼得 你爱我 比这些更深吗 亲爱的彼得 你爱我吗 彼得这个时候说 彼得这个时候说 主啊 你知道 我爱你 主啊 你知道 我的生命里 我多爱你 这个时候 主耶稣才对他说 你可以喂养 我的养 你 你 你来喂养 我的养 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经历软弱以后 他会看到生命的真相 谦卑 才会喂养 主的养 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经历过软弱 他可以去理解他人 去服事他人 主耶稣基督 他出生 没有在 达官显贵的家庭里面 主耶稣也没有受 撒旦的试探说 你从圣殿里面跳下来 众人们当时都在朝拜 都是在圣殿那边 有很多的人 当耶稣从圣殿跳下来以后 耶稣就会赢得欢呼声 别人会看到 这才是神的儿子 别人会拥护耶稣基督 耶稣根本不需要 走十字架的道路 耶稣基督 没有从圣殿里面跳下来 耶稣却以最卑微的样式 来到我们当中 他以最软弱 最无助 最卑微的方式 死在十字架上 他能体恤 每一个经历软弱的人 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说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只管来到他的面前来 为要得连续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因为主耶稣 他也经历过软弱 经历过软弱 弟兄姐妹们 神让我们经历软弱 并不是突然的 我们的生命经历软弱 第一个 他会使我们 显明基督的能力 当我软弱的时候 人们看见的 可能不是我 看见的是 耶稣基督 他的能力 他的恩典 第二个方面 他使我们经历软弱的目的 是让我们可以真实地 看见生命的真相 谦卑服侍他人 没有经历软弱的人 是无法服侍人的 基督都在软弱中 理解和服侍他人 曾经有一个牧师说 没有结婚 没有孩子的时候 他永远都是一个大男孩 当他有了孩子以后 他会成为一个男人 因为当养育孩子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会体恤父亲 父亲母亲的心 因为我们经历过 我们可以体恤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软弱让我们的生命里面 显明基督 软弱也让我们的生命里面 可以去认识真相 谦卑服侍他人 在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 你知道保罗是在什么情况下 说的今天这段经文吗 保罗他不是在万众主物的使徒 使徒的位分 伟大的使徒 他讲说 我的软弱显明神的恩典 我何时软弱就何时刚强 他不是在做伟大使徒的时候 他也不是好像正在讲台上面 讲到的时候讲的这句话 使徒保罗是在当时 被人们比较的情况下 当时的哥林多教会 把使徒 把保罗跟亚伯罗相比较 他们说亚伯罗的口才 非常的伶俐 讲得非常的好听 可是保罗口齿不轻 亚伯罗是一个英俊潇洒的人 但是保罗是一个 在当时根据教会历史记载 他是一个驼背 然后还欧形腿 眼睛还不好 圣经说他是气貌不扬的人 保罗他讲话的时候不清楚 跟亚伯罗比起来 亚伯罗万众瞩目 所以当这样比较的时候 保罗似乎没有什么可称赞 也许 也许哥林多教会讲的是事实 是真的 保罗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 亚伯罗可能是一个 有非常深厚的神学 哲学 善于雄辩 保罗可能是一个 在当时 好像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也许哥林多人他们说的是对的 保罗常常被人藐视 无论他的长相 还是他的讲话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保罗 他好像讲话不够清楚 他就只能够写信 写书信 所以今天你和我看到的 哥林多书信不是出于财华横溢的亚伯罗 而是出于保罗 在今天你看到新约圣经里面 有一多半的书信 不是出于亚伯罗 而是出于可能有可能保罗 他在讲话的时候 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在他晚年 唯一他能做的就是写信 神却在他这个软弱上面 可以让新约有十三封信 都出于保罗的手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里面 或许我们也会经历到 也许是一个出自一个贫穷的家庭 所以它会让你奋发图强 或许你也经历过 失去亲人的感受 让你能够特别地去体恤 一些人的苦楚 或许你也在单亲家庭长大 这会让你成为一个 好父亲 好母亲 或许你会遭受到一些背叛 神却带你来到美国 神总会在我们 这样的软弱的上面 来显明他的心意 我们生命中的软弱 就好像那些宝石一样 我们真正可以服侍上帝 可能就会透过我们生命中的软弱 去体恤 去理解 去服侍他人 所以今天 我分享了两个方面 软弱 第一个方面 当我们生命经历软弱的时候 我们会不再依靠我们的血肉之躯 我们会显明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会显明基督的能力 基督的恩典 第二个方面 软弱会让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真实的谦卑 而真实的谦卑 是让我们能够去理解体恤 和服侍他人 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面站起来 愿神特别使用 我们生命中的一些软弱 透过我们的软弱 可以成为祝福别人 服侍别人 服侍别人的人 愿上帝特别地来 来使用我们 弟兄姐妹们 在你的生命里面 有软弱吗 在你的生命里面 有一些缺陷吗 让你难以逾越 有一些害怕吗 让我告诉你 耶稣靠近伤心的人 这里面的意思就是 心灵破碎的人 就是在我们所做不到的时候 耶稣他的恩典 格外地会在我们这一部分 来显明出来 神也会让我们经历完这一切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感受 保罗经历了鼠天的异象 不是在为了他自己 保罗所经历的这一切 是为了来服侍他人 上帝让你和我经历一切 为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保罗在经文的最后一节里面 所说的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 急难 逼迫 困苦 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你让我们的生命 经历一切以后 可以来到基督的面前 让我们看见 我们的生命 不是由我们在掌权 基督的恩典 不断地来在我们生命中 来做工 为着我们生命中 所经历的一切 我们再一次向主来祷告 主啊 在我们不能的时候 来显出你莫大的能力来 主啊 当我们在无水之地 我们来靠近你 你成为供应我们水的泉源 今天早上来 为着你的百姓来祷告 我们每一个人 在你的里面 再一次来靠近你 来亲近你 因为我们知道 你爱我们 胜过爱这个世界的一切 你在我们生命中 所经历的一切 都有你美好的计划 祝福我们散去的脚步 主啊 我们靠着你的恩典 我们勇往直前 将一切感谢荣耀 归给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妹 阿妹